在台湾民众党籍的新竹市长高宏安 遭告发担任立委期间涉嫌诈领助理费 26号台北地方法院判决有罪 刑期7年4个月 而台湾内政部也随即公告 停止他的市长职务 高宏安质疑有政治力的介入 表示会继续上诉 另外他也宣布即刻起退出民众党 台北地方法院宣判认定新竹市市长高宏安 涉贪有罪判处7年4个月徒刑 并持夺公权4年 高宏安 陈焕宇 黄慧文 王宇文 都犯了贪污治罪条例第5条 第一项第二款的利用职务机会 诈取财务罪 还有刑法第214条 使公务员登载不识罪 高宏安因为年轻高学历形象清新 一度被视为台湾政治明星之一 2022年他以民众党候选人的身份 竞逐新竹市长 竞选期间 他被告发担任立法委员时 涉嫌诈领助理费 及加班费约46万台币 但他依然打败了民进党的对手 成功胜选 但如今高宏安遭法院一审判决有罪 台湾内政部立即宣布将他停职 法官经的宣判和十几年来长期累积过无数个助理非案的判决主流稳定见解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 更事前所未见 针对一审的判决 我绝对会提出上诉 我也要在此禁告 想要利用政治恶意操作来攻击市府运作的人 你们不会得逞 高宏安拒绝认罪 质疑司法判决有政治力的介入 他并宣布即刻起退出台湾民众党 而同一天国民党立委严宽恒也因为涉诈领助理费 房屋奖买卖等罪 遭台中地方法院判处 合计共八年四个月的徒刑 本案对我的指控 我感到极度的震惊跟遗憾 国民党和民众党的民意代表 接连因为涉贪遭到判刑 虽然两党都表态支持上诉 捍卫清白 但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在野阵营的绅士 无可避免会遭到重创 富豪卫视 黄家层中子民台报导